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国际金融机构的回答是 可能就在明年 国际国币基金组织 MF在星期二预期 今年美国的经济增长 只有1.6% 明年维持在1% 挪威大通CEO预警 美国经济可能会在 6到9个月内陷入衰退 而世界银行明确表示 明年存在着 全球经济衰退的风险 联合国冒发会议 更是罕见市井 全球经济衰退 所带来的冲击 将会超过08年金融海啸 和新冠疫情的危机 但是美国政府显然更加乐观 拜登在星期二表示 美国经济不会衰退 即便是轻微衰退 美国经济也有足够的 任性度过难关 美国财长耶伦更强调 美国经济表现非常好 降低通胀 是美国政府的首要任务 为了降低通胀预期 美联储在今年 已经连续升息了五次 即便面临着引发衰退风险 紧缩货币政策的脚步 依然未见停息 欧洲经济衰退已经在路上 下一个会是美国吗 通胀和通缩哪一个 才是未来真正的风险 这一次美联储和市场各执一词 而我们除了等待答案 还能做什么 今晚凤凰全球连线 在华盛顿直播室 凤凰卫视著华盛顿记者王悠悠 在沙海现场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 学院教授云南平 北京演博士 中国商务部研究院 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建平 3D连线解读美欧经济危机四伏 衰退是否抑郁成辰 刘思浩的最终报道 一只蝴蝶煽起的风 似乎又将推倒 新一波全球经济危机的骨牌 10号诺贝尔奖官网揭晓了 本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 将由三人共同获得 获奖的理由都和研究 银行和金融危机有关 也就在颁奖的同一天 获奖者之一的美联储前主席 伯南克在出席 布鲁金斯学会新闻发布会时表示 美国必须注意全球金融环境的恶化风险 无独幽翁 同样在10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和世界银行秋季年会上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 格奥尔基耶瓦警告称 全球经济衰退风险已经上升 并预测全球约三分之一的经济体 将在金明两年面临 至少两个季度的萎缩 两个国际组织的领导人 还呼吁各国采取强有力行动 避免通胀失控 实际上在各路巨头发出警告前 西方多国的超高通胀率 和能源短缺等叠加危机 已经让全世界都嗅到了 经济衰退的味道 眼看着萎缩将至 西方多国一边将责任 推给了俄乌冲突 甚至直接推给了普京之外 一边又急急慢慢出台各种措施救市 其中美国就采取了 最激进的大幅加息政策 推动美元汇率持续强势急升 然而也正是近乎疯狂的加息 带来的美元强势 全球多国的货币近期持续下跌 并触发了多国汇市 债市暴跌甚至局部危机 多个发达国家央行 纷纷紧紧急出手干预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出 美元进一步升值所引发的问题 可能会使新兴市场陷入债务困境 也将拖欧洲国家下水 更加陷入通胀死循环 反过来加速经济衰退 面对着通胀与衰退危机愈演愈烈 欧洲似乎在经贸政策取态上 再次与美国出现分歧 德国总理舒尔茨 11号出席柏林机械工程峰会时 一方面对美国推出的 通胀削减法案等政策深感忧虑之余 另一方面则再次明确表态支持全球化 表示德国与欧盟非但不能与个别国家脱钩 而且必须与包括中国在内的 许多国家以及新兴市场展开贸易 同场的欧盟贸易专员 东布罗夫斯基斯也指出 中欧是深度融合的经济体 与中国脱钩不是欧盟的选择 对此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2号表示 中欧合作有广泛共同利益 和相似战略诉求 中方愿同欧方共同推动 双方各领域合作取得更大发展 我们积极评价欧方有关表态 中国也支持全球化 反对脱钩 激进加息 美国最终能否力往狂澜摆脱通胀 四面楚歌 西方乃至全球衰退是否不可避免 步步为营 抵御经济衰退有哪些可行之策 蝴蝶阵翅 风暴是否将至 美联储正在讨论11月份的加息策略 在上个月美联储已经激进的 加息了75个基点 而今年以来已经连续加息了五次 首先在华盛顿 我要连线一下佑佑 美联储如此激进的加息策略 对于平息通胀的效果到底是怎么样 美联储整个加息的最终目标到底是什么 它会持续多长时间 好的 任任 现在美联储集中精力 就是想要把劳动力市场和整体的 美国经济需求给打下去 以把这个通胀率降到2%左右的 这样的一个目标 所以从今年3月以来 像你说的美联储已经加息了五次 把政策利率从接近零上调到 目前的3%到3.25%的区间 并且上个月在这个记者会后 也是暗示年底将会继续加息 那有效果吗 最新的这个就业数据 8月的这个就业数据 就显示职位空缺 降低到14个月以来的低点 显示美国劳动力市场开始降温了 美联储通过加息抑制需求和通胀 可能出现成效了 但美国劳动力市场 实际上仍然非常紧张 美国旧金山联储银行行长戴利 前两天就表示 美联储将进步加息 并且保持限制性政策 直到真正让通胀回到目标水平为止 他认为在美国经济 进入人们所预测的严重衰退之前 仍有很大的空间 让劳动力市场放缓 美联储理事杰弗逊也认为 就业市场供需仍然非常紧俏 对薪资构成上行压力 美国恢复物价稳定 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 我们来看一下通胀数据 9月的CPI通胀数据 将会在明天出炉 但是今天出炉了一个PPI数据 也就是生产者价格指数 这个数据虽然是比上个月低的 但是还是高于了预期 所以很多市场预测者 可能认为明天通胀的数据 也不会低了 另外最近的8月的CPI 同比增长了8.8% 还是处在40年的高位 克里夫兰联储银行行长 梅斯特昨天也是再次发表 鹰派讲话说美联储在努力抗击 几十年最严重的通胀之际 不能自满 仍需要继续提高利率 那现在市场的普遍预期 是美联储准备在下个月 出开会的时候 大概率连续第四次加息 75个基点 美联储9月发布的预测中止显示 官员们预计基准率率 将在今年年底升到4.4% 明年升到4.6% 所以目前的预期是 加息行动要持续到明年 仍然 所以市场对于加息的节奏 和加息的幅度 其实争议很多 但是美国财长耶伦的态度 非常的坚决 他说现在降低通胀 就是美国政府的首要任务 北京现场张静平主任 为什么美国的通胀 这么的顽固 对于美联储的加息 它能够影响到的 这个降低通胀 以及对美国经济 这种双刃剑的影响 您怎么来评估 首先就是我们看美联储 这一系列的 这个加息行动的背后 是在过去这两年当中 美国实施了 无限量的量化宽松政策 造成了美国本土 以及全球流动性的泛滥 并且就是通过 大宗商品价格的暴涨 那么再加上 全球供应链出现了很多问题 乃至最近我们也看到 有这种俄乌冲突 以及粮食危机 能源危机 进一步的助长 这个通货膨胀 所以对美国而言 应该说就是 你考虑这个通货膨胀的问题 应该用系统性的思维 综合性的来看 它一方面有这种流动性 泛滥造成的影响 但是另一方面 我们说通货膨胀 它的表现是由供需失衡 所导致的 所以就是美国目前 在供给方面 然后成本越来越高 供应链越来越紧俏 然后越紧张 那么另一方面 我们也看到 美国市场在需求方面 是比较强劲的 这种需求的强劲 也是很大程度上 由于在过去 美国给很多企业和居民派钱 那么导致 就是很多劳动力 其实它不用怎么工作 但是它有收入 它有消费的这种支出的能力 所以它对于工作的这种压力并不大 所以我想就是美国目前 我们可以理解 就是它的这种高频次的 大幅的加息 是为了尽快能够压缩通货膨胀 并且能够把就业的状况 有所改善 但是另一方面 我想如果它不能从供应链的调整 还有从实体经济入手 那么这样的做法 可能并不能完全来解决问题 相反就是这样的做法 会导致全球面临着 非常严重的这种经济衰退的压力 美国自身的经济 因为它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 它也有可能被新一轮 可能到来的经济衰退所拖累 主持人 对 美联储的加息 真的能够解决全世界的通胀问题吗 确实有人不这么认为 比如说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的 高级代表波瑞尔 他在星期二非常直白地就说 美国的加息 进一步地推升物价 会在全世界造成一个完美的风暴 上海现场云南平教授 作为美国盟友的欧盟 如此直白地表达他的不满 您觉得为什么 您怎么看待波瑞尔这种担忧 这个欧多的情况 跟刚才张主任讲的 美国情况有所不同 欧洲本轮的整个的通胀 既有前期抗击疫情当中 所谓欧盟的一些货币政策 包括货币的宽松 但更重要是欧冲突以后 因为从地缘接近性角度来讲 这个能源价格的上涨推动 那么这个价格上涨以后 其实你看目前整个 在欧盟成员国里面 低于10%通胀的成员国已经很少了 低于10% 高26% 这种严重通胀呢 其实来讲呢 它跟短期的这个整个的能源供应结构的 或者上游的原材料价格上涨非常关联 那么所以欧盟呢 现在非常被动 也就是说在整个这样一个通胀上行过程当中 它没有办法 因为整个的结构在那儿放了 它没办法通过 像追随每年从加息动作来进去遏制 同时呢 同时面临一个严重的问题 就是货币贬值 这个货币贬值 我们去看一下 无论从欧元到英镑 到整个的包括其他小币种 有今年整个的全球货币发达 有今年贬值有个特点 原来我们讲贬值都讲 贬的是新兴少国家 土耳其啊 墨西哥啊这些 今年是发达国家 在亚洲来讲呢 这个整个日元贬值很厉害 日元通常常态是100 现在是对原子数145 所以说你相当于 本来的40%这样 或者当然在欧洲 可能20%30%这个水平线上 那你现在那种情况下 叫欧洲 因为欧洲跟美国 一个最大的一个差别 在于说 因为它欧盟整个来讲呢 这个货币呢 有些成员国是一致用欧元 有些的不用 同时呢 它没有统一的财政政策 因此来讲呢 在这个美国国家面临的情况 就非常不一样 同时能源结构供应也不一样 因此这一轮整个来讲呢 欧洲的资产损失也比较严重 但是呢 找不到能够短期 缓解供应的办法 比如美国的这个 所谓的天然气 一化气供应 一元气供应 到欧洲短期不现实 欧洲短期找不到气源 同时那边俄乌冲突 还在继续进行着 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能源价格上涨 带动着基础价格上涨 以至是从居民生活 到工业生产 发生了全系列的一种 怎么讲 就是这个结构性通胀的推动 它跟工资还没有关系 因为美国可能是 因为劳动力的问题 欧洲不是这种情况 所以每个区域的通胀不一样 但是总而言之 这个这种通胀下 短期解决不了的话 长期来讲这个经济衰退 对欧洲这样的经济体下 也比较脆弱的 它这个因为美国脆弱性 在欧债危机看到 所以它没准会引发 一个债务危机 所以这个问题将来 可能会更麻烦 对 欧洲和美国的经济前景 到底怎么样 数据会说话 国际货币经济组织 MF在11号 它发布了最新一期的 世界经济展望报告 这个里面 把今年的全球经济增长预期 维持在3.2%不变 把明年的全球增长预期 下调了到2.7% 这也是除了金融危机 和新冠疫情之外 从01年以来最疲弱的 经济增长的态势了 我们来看这张图 具体来看 发达经济体 今年的经济增长 会是2.4% 比之前的预测 下调了0.1个百分点 明年会增长1.1% 比之前的预测值 下调了0.3个百分点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 今年的预计 将会增长3.7% 比之前的预测值 上调0.1个百分点 明年会增长3.7% 比之前预测的 下调0.2个百分点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同时还下调了美元 美国欧元区 以及拉美等 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预期 其中预测今年的 美国经济增长 会下调到1.6% 明年是维持在1%的水平 华盛顿现场 又又 我们知道拜登在11号 刚刚接受美国媒体 采访的时候 信誓旦旦地说 美国的经济不会衰退 我不知道你在美国的 感受到底怎么样 美国人对于 经济前景乐观吗 好的人 我们看到 其实最新的 一系列的 有关于中心选举的民调 都显示美国人 这次选举最关心的议题 就是通胀 就是经济议题 很多人都担心经济衰退 美国学界 其实已经讨论了好几个月 美国会不会进入通胀 而且商界已经警告了很多次 甚至有一些零售业的巨头的高管说 美国现在已经进入衰退了 像你刚才提到的 这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 正在华盛顿召开年会 也更新了对全球增长的最新预测 除了你刚才说的这些数字以外 另外我注意到报告里面 还特别地指出明年2023年的经济预测 可能降到2.7% 但是还有25%的概率 这个数字可能会降到2%以下 所以说可能更差 如果不包括全球之前的 全球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的 最严重的阶段 这将是自2001年以来的 全球最疲软的增长表现 那这种疲软也是反映了全球几大增长的 几大经济体的增长大幅下滑 其中就包括今年上半年美国GDP收缩 那我们也知道美国GDP 已经连续两个季度收缩了 已经进入了所谓的技术性衰退 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也是下调了对美国今年和明年的 预测至1.6%和1% 所以总体来说是比较悲观的 那美联储和美国拜登政府 是怎么看这件事呢 那美联储主席在鲍威尔 在上次的一期会议后的表态是 美联储致力于把通胀 恢复到2%的目标 可能甚至不惜把美国经济 是拖入衰退的这样的一个代价 那拜登昨天的这个表态呢 虽然他还是觉得 美国不会进入衰退 但是他已经有点松口了说 那如果出现衰退 他认为也是比较轻微的 所以这其实也是拜登政府的 一个态度的转变 如果出现衰退 真的会是非常轻微的衰退吗 在北京现场张静平主任 我们看到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最新的报告 他说如果出现了衰退 它的威力 有可能会超过08年的 这个金融危机 以及这个新冠疫情 所带来的影响 您的判断 未来全球真的会面临一场 迫在眉睫的全球性的衰退吗 任任的确是 我觉得当前我们可能正在迎来 经济长周期调整过程当中 最近这30年左右的时间 周期第三次全球性的这种经济衰退 那么我看到 如果你要比较一下MF的预测 还有联合国贸发会议的预测 我觉得其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 还是相对乐观了一点 而联合国贸发会议的这个判断 我认为可能跟我们当下 市场普遍的担忧和市场预期 是比较吻合的 那么主要就是因为 当前我们所面对的这种 经济衰退之前的这些主要的征兆 它的这种严重程度和不可控 不可预测复杂性程度 都远远的超过了2008年 全球金融海啸 首先我们看到现在就是 全球的这个债务这个总额 目前已经达到了 全球GDP的320%以上 那么这样的一个就是债务的水平 是应该说是历史性的 是从来没有过的 那另外一个就是通货膨胀的这个水平 它并不仅仅是欧洲和美国 实际上现在就是很多发展中国家 也在遭受巨大的通货膨胀的影响 那甚至于像土耳其 都已经达到了80%这样的高通胀 那么我也看到就是土耳其的消费 比如说去年的时候 人均肉类的消费56公斤 今年急剧的萎缩到28公斤 所以就是因为这两大因素 在叠加当前的这种美国激进的加息政策 大家会看到在历史上 就是无论是亚洲金融风暴 还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风暴 全是在美元加息周期当中所形成的 所以应该说当前我们从经济系统本身来讲 就已经在积聚着巨大的这种金融经济衰退的压力 更何况现在除了经济系统之外 俄乌的冲突 那么以及现在我们所面对的疫情大流行 并没有结束 它的不确定性的影响 依然在对全球未来经济的发展 带来负面的冲击和影响 所以在这种综合的形势之下 我们应该对未来可能出现的 最糟糕的情景要进行预判 然后进行预判之后 我们需要做什么样的准备 先去一下广告 稍后回来继续三位聊 广告之后见 我们正在经历一场反全球化浪潮 全球的经济贸易体系 金融货币体系 及生产供应链体系 都在面临着重组 而现在全球各大机构所发布的 全球经济衰退风险的预警 也给我们的未来 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 这个时候我们除了等待 我们除了预判 还能够再做些什么 在上海现场 于丹平教授 德国总理舒尔茨 在11号有一个表态 他说要坚定地反对 坚定地支持全球化 反对脱欧 和中国脱欧 并不是欧盟的选择 您怎么看舒尔茨的选择 我觉得舒尔茨 对 问你对这个衰退的风险 你觉得我们应该做什么 于教授 舒尔茨在这个时点上 做出这个表态呢 其实也是从德国的 现实力角度考虑 我们知道在过去 过往的一年多间 包括两年间 在整个欧盟范围内的 声音来讲呢 是加强战略自主 强调经济主权 所以呢 在这种旗子下呢 其实脱钩的声音 是非常强大的 但是目前德国 就德国来讲 我们是以德国 最有案例做抛弃 它的目前 今天的成就 无非几个要素 第一个 就通过一体化 它把整个中东欧的 这个低价 这个低廉劳动力 纳入它的价值链 第二个 它得益于中国 跟欧盟之间 巨大的贸易往来 从中国整个向欧洲 输送了廉价的支撑品 第三个 它原来有俄罗斯廉价的 这个天然气能源结构 第一个 还有一个可能在讲 就是它对 由于美国北约 它的国防开支比较少 这促成德国成为 全球价值的三大中心 那么我们按照现在这个标准来看 这个现在都不存在 假如要脱钩的话 都不存在 前面几个也会受到一些 比如这个 你再好的劳动力 但是你没有 中国的支撑民族 会支撑 这个也不存在 所以因此 德国在这个时候 马上就敏感地意识到 自己要出问题 所以 苏尔斯紧张做了这个表态 意义上坚持多边主义全球化 那么多边主义全球化 中国一直是在 整个的这个 从2017年到2018年 整个全球这个 地缘政治格局变化以后 包括美国 这个对中国 主要财政主动遏止以后 贸易战以后 中国一直是在这些事 只是说现在欧洲人 自己认为这是一个问题了 所以现在要解决这个 整个面临这个 这个所谓的经济衰退风险 是 美联子的行为 是非常机会主义的 他只能看到他眼前 几个月的问题 因为他可能没想到 另外一个问题 就把自己拖进去 因为你加息以后 美国今年整个的 股票指数下跌25% 整个的财富损失很大 也可能到明年 如果还继续这样的话 那就把美国支持 也带回来 所以欧洲现在 不得不考虑这个问题 那怎么解决 我觉得现在有个契机 因为马上要召开 这个G20这个峰会 那这次呢 整个在印尼举行 那我们知道 这个当年成立G20机制 就是为了对抗 这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 在09年我们找到了方案 拿出了共识 如果认为这次 整个全球金融发脱退 对人整个人类社会 都有影响 那么在这次 G20峰会上 各大国都应该坐下来 认真地针对 全球衰退的问题 拿出多边行动方案 大家取得共识 只有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才有可能避免一个 从政策协同角度来讲 从政策共识角度来讲 从消除对抗角度来讲 或加强合作角度 我们才能找到一个 人类发展的可循之路 不然的话 需要全球都需要来找到共识 来最后的30秒的时间 张建平主任 您觉得 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当中 中国经济 他说展现的独立性 它的韧性和它的定力 能够在其中 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中国目前每年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 在过去这三四十年当中 都是在30%以上 即使目前中国经济速度略微放缓 但是我们仍然是全球经济的 一个火车头之一 而且中国现在主要是以消费和投资 为主来拉动经济增长 内生性变得越来越强 而对外依存度在下降 目前就是世界经济 对中国经济的依赖度 是在不断上升的 而中国对世界经济的依赖 是有所下降的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是像中国和德国 这样的两大全球价值链的核心国家 能够共同支持全球化 同时我们也呼吁美国 另外一个全球价值链中心 也能够从全球发展的大局着眼 从应对全球性的危机 这个角度来着眼 共同通过国际合作 致力于稳定全球经济的发展 为更好的应对 到来的这种挑战和压力 能够做出应有的贡献 谢谢张静平主任 谢谢余丹萍教授 也谢谢佑佑 凤凰全球连线再会 我们没有经济的贡献 巨大集团的距离 这种问题 在2008年 所以美国 我认为 再次有贡献的贡献 我认为 距离 越岁也信 今时道 距离 静平主任 我们 这 dign